衣服来的 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刚刚去楼下快递小哥拿一个快递给我 这是 一个粉丝寄不来给我的 是什么东西啊 衣服来的 他说是衣服短袖寄给我一件工艺 在他的看下 哇 一个卡通人物拿一个铁锤还有工具袋 你看的是电工啊 真的是有心啊 这是他送我的工艺 非常感谢你啊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啊 老黑粉我的老粉 香港的老粉 他看到我平时 去港国 没有穿工艺啊 他说应该要穿专业一点的工艺去看我 他是香港人呢 在广东 开开来看一下 哇 非常漂亮 水电安装维修 我们是专业的 大家看一下 水电人生 作水漏电 作电漏水 过了个气 哇 这个后面这几个字 看的有点搞笑啊 大家看一下 作电漏水 作电怎么会漏水呢 那这样的话我怎么敢穿呢 试一下就会不会是 刚刚洗完脚啊 六点多才回到厨房 今天去帮上次那个老板娘啊 安装那个 办公桌面 那个面板回到了 也给了二次上门飞火啊 给了 四十块钱 这个棉料还可以 老婆做的这个黄瓜酸很好吃 喝一点粥 当宵夜吃不下饭啊 干我 也洗了澡啊 不洗澡不行啊 那个生好 臭味的汗酸味 现在天气热 随便干一下 干下火就全身都是汗 嗯 哇 非常感谢这位铁粉啊 挺合身的 啊 但是有点搞笑啊 说实话 做电漏水 做水就会漏电 如果穿去干活的话 估计会变网红啊 因为 肯定有很多人拿手机拍一下网上 像抖音 我有点不敢穿了 穿了 这个红 它不是正经的红啊 就是说如果本地话来说就所爱啊 估计会跑单 我就是 非常 心心领了这位兄弟的好意啊 真的 真的是 非常感谢送给我的工艺 如果后面没有那个 后面不写着 这个做水漏电 做电又漏水这几个字的话 我还是 肯定会穿出去干活是吧 这个不行啊 你装个水龙头漏电的话 谁敢叫你去装是吧 所以 算了 穿 往上穿来睡觉哦 就可以 这样子还穿一会 穿出去的话我真的不敢 非常感谢你的心意啊真的是 老婆做的黄瓜双子很好吃 你还要吗 我让了 你吃完它 其实电工工艺不是这样子 不是说写几个字就是电工服装 它是有专门的服装 电工服装设了很多口袋 以前我就有一件 现在没有 方便装工具是吧 嗯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啊 感谢这位粉丝送我的衣服 非常感谢